一阶二阶三阶四阶五阶六阶七阶巅峰七阶 啊蛋蛋哥哥 第五人格嘴黄要变成八阶了吗 资讯找得到第五小快报 大家好呀 我是你们蛋蛋好儿哥哥 这张图大家都看到了吧 这张图呢我先说一下绝对不是批的呀 这张图呢是第五人格的排位赛制的即将改变 迎来七阶甚至颠峰七阶的人皇和超级给力的图皇啊 是的第十二赛季马上就要结束 即将迎来我们的新的第十三赛季了 那么第五人格在第十三赛季之后呢 就将采取这个排位机制了 从一阶小公封到颠峰七阶的真正人皇 从一阶小蜘蛛到颠峰七阶的这个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头龙嘛 哎呀可以很强 我们呀也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六阶的人皇变成了独角兽 六阶的图皇呢变成了这个叫做独眼巨人啊 呃这我怎么感觉有点像猩猩 后面好像拿了一个大锤子 感觉有点憨憨的 还有就是小伙伴们需要注意的是 从十三赛季开始呢 殿堂局的排位依然是在五阶开启 但是和之前不一样了 五阶是可以四人组队了 是的你没有听错 五阶求冲者队伍呢 也可以四人组队了 以后组队上六阶不再是梦想呀 还有就是新加的七阶呢 也是需要六阶的六阶五打到六阶一才能镀结七阶的 到七阶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当你达到二十五颗星星之后呢 就可以变成叮峰七阶了 不过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星星的分数变化 从四阶往下呢 都是二十分就可以直接加一颗星了 五阶往上呢 都是三十分一颗星了 再加上连五阶都可以四人组队了 那这样子的话 上五阶应该是简简单单了 六阶的话 感觉只要好好打排位 也不是特别的难呀 所以小朋友是不是顿时感觉 六阶不香了呢 而且排位图标的颜色 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与之间相比 你们更喜欢哪一款呢 对于新的段位机制 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在视频下方留下你的想法吧 祝大家都能早日上七阶呀 感谢关注点赞 评论转发加收藏 我们下周见了 拜拜